你加回Banner的package GPC-Netbook Remix Conflict 基本上是做了一些 擴充的手法 再試了 放到周圍 我們現在再看看 Netbook Remix 畫面 那 我們用efficacy case的畫面就是這樣 下面就沒有 taskbar 上面就有兩個adnet 這個就是高空的adnet 按這個按鈕就有一個non-par 上面可以進入windows 不過其實我有時候會按上面的 有時候就會快點按 我想聽的時候就試了 按高空的按鈕 那就是那個launch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和你在左上 在普通的按鈕 在左上的按鈕 就是不需要去到左上的這個 按小的位置之後 還要慢慢很細很細地 慢慢再按那個application 我們在中間nextcode 這部位置已經有一個大一點的畫面 可以讓你選擇 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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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 按 你想要開的application 這樣就很容易 方便點按的 這裡有一點點東西看不到 其實它的右手邊 亦都有一個類似這樣的 sidebar 在裡面 就是一些的 Folder 不同的常用的Folder 大家可以直一點吧 好嗎 這樣就 大家可能已經想像力了 左手邊就會有些 例如 Document Videos Music 那我拿出來 你會不會把resolution 轉到4比3 這樣就能看得到 應該 嗯 不搞它 搞得來 都會有一點時間 其實很簡單 我只是想說 就是 右手邊的sidebar 其實你在Ubuntu 你去用的時候 我開一開 那如果你插個SD卡 sd卡 sd卡 的話 通常就會多了一個 DW 多了一個file system 但呢 有個問題就是 你用這個普通 Ubuntu的 File Explorer 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 暗號 File system 但在這個launcher 就不可以做 這個 就不可以做 暗號 這個動作 那就會 在這個步驟上 差一點 另外 你可以在主要的launcher 裡面 也可以 主要的 File Explorer 你也可以加些 re-remote的file system 其實我這裡有個 Desktop 這個小型 這個bouder 其實就是 用來 去 去 SFTP 我那部 Desktop 但呢 就在剛剛 Netbook Remix 那個 Longer 那邊 就是沒有反應的 沒有反應的 沒有反應的 但在這裡按 就會 十秒鐘內 就會 我問 我拿回我的 Desktop 那這些就是 不好處 基本上 我的 體會就是這樣 我想問 剛才你安裝的時候 原本那個 無線 它就有自己的 Driver 那它是否用到 其他市面上的 無線 產品 即無線 USB 那些 對 無線 USB 其實我沒有 怎麼用 其實 十方天 其實已經可以 引用 其實 其實 看回它的 Linux 用得到 它只要用 用得到 就用得到 因為 其實 反而 因為 它的Linebook 反而可能 每部Linebook 只要看回它的Linux 版本 之前那些USB 的器材 如果之前的 就基本上 不用再特別安裝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它所支持的 USB器材 就是